泰國的田鼠大王 泰國的田鼠大王 出現超大田鼠 死捉活難 一個都不放過 所以我聽說 在曼谷近郊 藏著許多身懷絕技的奇人 其中一位田鼠大王 就在這附近 那還等什麼 趕快離開這個塞道豹的市中心 前往鄉下找線索囉 田鼠大王 就在這裡啦 泰國的田鼠大王 我們跑過越南去抓田鼠 跑過任何的地方去抓田鼠 可是泰國倒是第一次 你好 你好 請問一下喔 你是那個田鼠大王嗎 他正要去 他正要去抓田鼠啊 真的假的 這就是他的工具 這個我們台灣有常看到 以前台灣老鼠還很多的時候 就是用這個去抓老鼠 裡面放一個耳 就是這樣 大哥 你裡面放這是什麼東西 黑黑的你知道嗎 它很特別 它這個東西是用那個 像有沒有 我們一般寶特瓶的那個蓋子 然後裝了一個這個 這樣黑黑的 光看這個專業的補鼠工具啊 就知道田鼠大王的名號 不是蓋底 但是我子儀啊 也不是蛇牛的燈 說到抓老鼠 我可是很有經驗的喔 只是 這個用熏香做耳 我倒是第一次看到耶 沒想到阿伯的發爆還真不少 接下來的更厲害喔 重點是這個啊 工具 這個長得很特別 很像弓箭有沒有 它一個彎彎的這邊 有 這個要小心是不是 弄哪裡 你看大哥弄 哇 完馬太 你再用一個 壓下去囉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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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彈到 喔好痛 欸斷了 你看 而且這次算比較粗的有沒有 它這個直接斷了耶 就這樣斷在這邊 喔好痛喔 好痛 這個很可怕耶 這個老鼠如果經過 如果是頭 直接卡掉 如果是手腳 直接就斷了 這個老鼠是不可能活的 我說大哥啊 你也太開心了吧 我的手指頭啊 可是差點不飽耶 你還笑得那麼大聲 說到這個可怕的用具啊 是在地傳統捕老鼠的方法 只要有了它 保證再會跑的田鼠都會上命 真的是太猛囉 龍子捉活的 竹甲劍屍體 天啊 可想而知 接下來的田鼠大戰 會有多激烈了吧 大大哥 我要請教一下 你抓過最大隻的田鼠有多大 這麼大 田鼠耶 我不是說那個非洲大老鼠 我說田鼠耶 這麼大 NO NO 這麼大隻 這麼大隻塞得進去嗎 真的假的啊 這麼大隻 我被這個夾到 這不是蓋的耶 那個應該是很壯觀的 好 大哥 既然我們工具都準備好了 你現在帶我去看一下 怎麼抓田鼠好不好 好 來 go... 這好大的田喔 這個是甘蔗田耶 好大一片喔 我家這邊 這個 他的道路 這個 這個 有沒有看到 這個地方 就是那個 大哥說這個就是 老鼠狗的軌跡 有沒有 就是他的道路 這個也是 其實很明顯喔 因為一片整個草上過去 結果只有這邊是光秃秃的一片 想抓到田鼠 首先就要找到他的家 不過如果沒有借助大哥的經驗 我們還真難找得到老鼠走過的路耶 在田鼠大王仔細的估算下 看來今天 能抓到大田鼠的機率 應該是不小喔 我們現在是要放這個呢 還是要放這個 放這個喔 所以我們現在是要抓死的老鼠囉 不是說抓死的老鼠 應該是說 抓到以後他應該就死了 因為 現在這個是要用夾子 夾子這個陷阱去抓他 夾子這個陷阱去抓他 夾歪了 夾歪了 要放在這裡嗎 夾歪了 所以只要你看到軌跡啊 他移動的地方啊 你就可以 把這個補儲器放在這裡了 因為代表他一定會從這個地方經過 抓尾巴 不錯不錯 有你嗎 哇 有沒有看到我手在抖了 啊我手被夾到了 哇 喔 欸這個好難用喔 他沒有那麼簡單耶 他沒有你看的那麼簡單 要分手 要拉 我的媽啊 這個補儲器也太難用了吧 看大哥輕輕鬆鬆就設好陷阱 只要我卻連魚哥都還沒有放好 尤其是現在大中午的 太陽那麼大 曬得我早就是全身是汗 快要中暑了啦 插下去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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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有了 他說台語啦 有了 好 就這樣 OK了 好危險喔 好危險喔 這個很危險耶 這可能在弄陷阱的時候就斷了 手指就沒了 不是老鼠 OK 我們再去找其他地方 我們再來放吧 我們把我們他有幾個陷阱 我們把它放掉 在這一頭放了傳統陷阱 再另外一片田也放了籠子 我們終於布下了天羅地網 準備等著田鼠上鉤 有沒有抓到 有沒有抓到啊 我們放了陷阱在哪裡 哇 好大一隻喔 他剛好他的頭被咔到了 你看 這隻老鼠 而且 他眼睛還凸出來耶 我的天啊 這邊眼睛沒有凸 這樣還能吃嗎 那個蟲都已經爬上去 這樣還可以吃嗎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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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他這個真的不是蓋的 這樣跑過來以後 咔就直接把他頭這樣夾到 拿起來我們給鏡頭看一下 這樣沒辦法嗎 這樣沒辦法 好重喔 好重 你看 這麼大一隻耶 有沒有 而且這一隻是公的 因為我看到他的小雞雞 所以說 放在這邊這樣放一個下午 或放一天就可以抓到田鼠 等一下 一天就抓得到 但是 我們放了陷阱 可不只有這一個喔 我們放了六個 所以大哥 我們來去看一下 我們其他有沒有收穫好不好 這隻更大 這隻更肥有沒有 而且這隻感覺抓到沒有多久 都這麼重 而且我這樣抓起來 一公斤跑不掉喔 他這個程度一公斤跑不掉 還有哪裡有啊 我已經忘記了 來 又一隻耶 這個田鼠真的很多耶 還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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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裡有 這裡啊 哇 這個我不敢拿 因為這個有見血 這個我們要打馬賽克 要不然會被罰解 這個頭這個地方已經流血了 有沒有 而且很多很多螞蟻已經跑到上面了 哇 這個也好大一隻喔 哇 我們光用這個 夾屍鼠的捕屬器 抓了四隻 有沒有 但是我跟你講 我們捕屬大王的稱號 不是開玩笑的 大哥 我們不是還有那個嗎 活的 有在那邊對不對 有在那邊對不對 觀眾喜歡看瓦跳跳的啦 我們來去看一下活的 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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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耶 有 有耶 每一個都有耶 這個是活的 我養你囉 有沒有 你看好大一隻喔 他們真的是 聞到那個味道有沒有 因為裡面那個蚵已經被吃掉了 完全沒有蚵 看得到嗎 完全沒有蚵 然後好大一隻 這隻好肥喔 為什麼牠這麼沒有活力啊 等一下 太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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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現在你看 各位觀眾朋友看到我的臉就知道 什麼叫做太熱 就是這個樣子 有沒有 這是熱到我 我睫毛上面是不是有焊住 好熱喔 這裡真的很熱你知道嗎 因為太陽直接這樣灑下來 是熱死的 所以真的是很多隻耶 而且我們看 這個鼠洞有沒有 就是真的這麼大 所以牠 這個老鼠 這個鼠洞有多大隻 這個老鼠就有多大隻 哇 就這樣三隻 這邊真的是隨便放隨便有 因為這邊的老鼠真的太多了 然後我們 剛剛我們導演呢 他很希望就是可以看到 老鼠在田裡面奔跑的樣子 所以我們現在要做一個 非常令人無法想像的創作 其實大家都還可以聽到 那個老鼠的聲音 跑出來了 他跑出來了 看到沒有 為了證實這裡 真的能抓到超大的田鼠 我們放生一隻也沒有關係啦 和很多國家一樣 田鼠是甘蔗原的惡霸 會把農作物吃得精光 所以泰國人 也把抓到的田鼠 拿去市場賣或是做成料理 既然今天收穫這麼多 怎麼能不試試看 田鼠大王出品的在地美味呢 田鼠大餐 你看這個田鼠 其實他真的長得不是很像田鼠 他看起來其實有點像我們的鉤鼠 問題是呢 鉤鼠的頭再近一點 這個田鼠的 他這個頭有沒有 稍微圓潤一點 然後尤其他這個爪子 就像我之前講的 這個爪子非常的利 那 媽媽 我們現在第一個步驟是什麼 我們現在第一個步驟是什麼 我們現在是很滑 很滑 我們現在是很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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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基本上是跟我們 一般料理老鼠的過程是講 為什麼我會講一般料理老鼠的過程 因為我已經吃過太多隻老鼠了 它一樣就是我們先火烤去毛去皮 那去皮後面有一些見血的東西 我們是不能剝的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火烤來去毛囉 來媽媽 我們來示範一下怎麼樣火烤去毛吧 放上去就好了是不是 那我這個也放上去嗎 我的媽呀 哇這個味道 好重喔 你知道嗎 有時候我們 我小時候那個自然科學課 我們大家不是有做那個什麼 蠟燭的那個實驗有沒有 就是那個蠟燭點火的那個實驗 就像我們這樣 要看那個蠟燭那個燈花在哪裡的時候 我頭髮就被燒到 頭髮燒到就是這個味道 有沒有那個去毛就是這個味道 好 邊刮啦 嗯 對不對 你聽得懂喔 我房如亮 媽媽剛剛就直接嗯嗯 你聽得懂耶 房如亮 對 就是這樣邊刮 就是烤的時候有沒有 把它毛這樣慢慢慢慢刮掉 因為我們是用原始的方式抓到這個老鼠 我們就用最原始的方式去料理它 哇 那個味道真的很重 不是在開玩笑的 可是這個老鼠真肥耶 他吃這個乾熱可以吃到這麼肥 這也不是在開玩笑的耶 我的媽呀 火烤去毛是第一個步驟 接下來的處理過程 因為烤量到播出尺度 所以只好省略啦 看過第一等的朋友們都知道 老鼠對自己我而言啊 一點都不陌生 各式各樣的都吃過 不過聽說田鼠大王 特別幫我準備了一道私房菜 我倒是很好奇 這正宗泰式的田鼠料理 到底是什麼咧 大家有吃過泰式料理嗎 吃過打拋豬肉 打拋雞肉 打拋牛肉 你們有吃過所謂的 打拋老鼠肉嗎 所謂的打拋呢 就是碎肉的意思 有沒有看到 它把整個老鼠肉啊 這麼大這麼大一隻的老鼠肉 有沒有 把它弄成這個碎肉 變這樣 有沒有看到 好香喔 基本上打拋呢 我們就一定要配飯 所以大哥非常貼心地 幫我準備了一盤飯 要配料 配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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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夠香 甜辣味 好辣 好辣 好吃 好吃 這個甜薯肉的味道 還真不錯耶 有了甜薯大王的加持 相信我能夠一路過關斬將 達成任務 世界平定